慈禧新加坡分会24周年庆 超过770位慈禧志工回到心灵的家 看到志工队伍逐年增加 参与超过20年的林雅芝心有感触 也不容易我们在这边20几年 很感动啊 因为以前的人很少 今天是看到楼上楼下都很多人 有很多新花衣的菩萨 马来西亚麻坡的慈禧志工也来到静思堂 分享木新木款的方法和心得 为新加坡志工更增动力 募集百万好心人 借敬他们的经验 他们做得到 我们也应该做得到 跟大家一起勉励一起学习 我们还是在做竹童 也是也会被季节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共同的一起来学习 只要大家一念心就去做 一定可以成功的 慈禧其实有正式的 Facebook的网页以外 那我们今天也正式的落实了 我们的慈禧之友的一个Facebook 配合百万好心人的计划 周年轻这一天 启动源源不断 慕爱挑战 结合社交媒体 手指一点即可响应 这样的一种形式在 传播散的讯息啊 这种清流的时候 我觉得很适合现在的年轻人 然后年轻人现在 很多时间是花在 这样的一种手机里面啊 电脑里面 我觉得既然他喜欢低头 让我们坐在底头看正能量的讯息 在新加坡 此次仍已走过24年 Shan的脚步不停 全人不害 不害挑战 大家新闻李嘉宜 蔡赞泽 新加坡报道